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 朱东润的路由传 说起路由 人们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位爱国诗人的形象 你会想起他的哪句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的确 路由一生无论在朝在野 使之不忘为国建功 不过 为路由作传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他并未直接参加抗金斗争 官品不高 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在地方围观 便很少有风云大事可以记述 本书作者著名文史学者朱东润 也是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拓者 他通过大量研究工作 把路由置于南宋初年政治和社会背景中 从他与有人的畅鹤交往 失诚关系入手 讲述了路由坎坷又备受争议的一生 接下来我将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讲述路由 第一 身世和家庭 第二 爱国思想 第三 诗歌创作 我们先来看看路由的家世 他所处的时代是金朝南下侵略宋朝 双方战合不断的时期 路由出生在宋徽宗宣河七年 即1125年10月17日 那一年是金军南下亲宋的开始 路由出生前十天 金军兵分两路南下 一路打到开封城下 宋徽宗慌忙传位给太子赵衡 自己一路逃到镇江 亲宗即位 改年号为靖康 他表面下召亲征 私下里却与金军签下投降协议 金军受到大批金银之后 撤围北去 却在第二年毁约大举南下进攻 亲宗投降 开封陷落 1127年4月 金军撤出开封 北宋的最后两位皇帝 连带皇亲国戚三千余人都成为俘虏 史称靖康之变 北宋就此灭亡了 亲宗的弟弟赵构 本来以大元帅的名义领兵在外 就在1126年5月于应天府称帝 成为南宋第一任皇帝 改年号为建延 后来称为高宗 南宋自此偏安一鱼 后来岳飞被杀 韩世忠被罢职 朝廷成了主和派的天下 1126年 陆游的父亲陆仔带着全家从北方南归 一路躲避金军追杀和盗匪的拦截 最后隐居在故乡山音的乡村生活 陆仔是主战派 往来陆家的都是主张恢复故土的师大夫 1141年 陆游17岁那年 屈辱的绍兴河一达成 南宋对金朝称臣 北方的领土落入金朝的统治下 陆仔和朋友们谈讨国家前途的时候 往往痛哭流涕 食不下咽 幼年的磨难 父母的教诲 长辈的剃泪 让陆游渐渐坚定了爱国的信念 也成为一生的志向 陆游自幼聪颖过人 读书也十分勤奋 加上陆家藏书一万三千卷 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 陆游早年在四书五经上狠下功夫 这是当时儒生的根本之学 也是立身处世的精神支柱 陆游的青年时代 遇上了两件使他最感苦涩的事 爱情悲剧与科考失败 绍兴十三年 陆游十九岁了 他曾到临安考进市 没有被录取 却收获了爱情 二十岁左右 陆游和唐婉结婚了 唐婉是陆游舅舅的女儿 是一个才女 夫妇两人非常恩爱 可是这却让陆母非常不满 原因可能是担心陆游 沉溺于闺房之乐 荒废了学业 不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 再加上唐婉三年都未生子 母亲终于压迫陆游 要她休了唐婉 陆游不敢违背母命 又不忍和唐婉离开 她在外边置了一所宅子 时时和唐婉会面 终于还是被陆母听到风声 两个人迫不得已决裂了 陆游娶了王室 唐婉也改嫁赵世成 而陆游的内心 对唐婉一直无法放下 一次陆游在山音城东南的沈元 偶遇赵世成唐婉夫妇 匆匆一面 陆游想起旧日的细心和温存 把眼泪和酒一起咽下 对着一堵粉墙 提下拆头缝 红苏手黄藤酒 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凤厄欢情薄 一杯酬绪几年理所 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寿 泪痕红意娇消透 桃花落 闲池阁 山蒙虽在 锦书难脱 墨墨墨 晚年的陆游 每次去山音城里 都会去沈元平调一番 七十五岁那年 陆游重返沈元 还在寻觅 上新桥下春波绿 曾是惊鸿照影来 内心感慨万分 直到临终前 还在凯探 尚于遗恨无人会 陆游与序曲的王室 共同生活了五十年 生有六个儿子 尽管有一个女儿妖王 但儿子们都很争气 这得益于陆游的教育 他前后写了一百八十多首 试而诗给儿子 还留下一部放蜂家训 二十六则家训 充溢着父子申请 也是古代家庭教训的经典 例如 对于重伤自己的人 陆游抱有宽容之心 其情多可量 不必以为怨 他尽心勉励儿子说 如被但能寡过 物漏所长 物与贵达亲厚 则人之害己者自少 无虽毁 以不可追 以无为戒可也 以自身经历 教导后辈谦虚谨慎 不要趋炎复事 自然远离祸患 接下来我们看下陆游 青年时期第二次重大挫折 科考失败 绍兴23年 陆游29岁 再次去临安考试 此时的陆游已经很有把握 不巧与秦桧的孙子秦勋 一起考试 主考官不愿得罪秦桧 但是又担心留人画饼 于是在省市的时候 将陆游列为第一 秦勋第二 电市的时候 秦勋第一 陆游落榜 这次挫折也是陆游人生的转折点 科举落地 让陆游只能在地方上 做些幕僚的工作 试图的坎坷 官职的低微 让他不免纵情山水 施酒之间 也更能接近底层人民 感受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疾苦 陆游57岁那年 浙东发生灾荒 陆游给担任救灾工作的朱熙 写了一首诗 诗句萧条吉 村须洞内愁 劝分无激宿 告敌未通流 民望甚饥渴 功行胡志流 整颗得宽否 上吉卖和秋 意思是 只要能够及时救灾救荒 然后清摇伯父 还可以接续到秋天的收成 缓解百姓的苦难 正是这些诗 成就了路由人民的诗人之美誉 宋朝盛行举荐制 一些高级官员 往往喜欢举荐一些名士为官 陆游年轻的时候就有失明 所以很受当朝高级官员的青睐 南宋以后的宰相 除了秦桧之外 大多与陆游关系较好 与宰相大臣走得近 虽然可以保证陆游的生活 但也容易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这也是陆游一生屡遭弹劾的重要原因 虽然仕途不顺利 但是陆游一生为国家统一奔走胡豪 再朝再也始至不忘 可谓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陆游电视被罢处的第二年 秦桧去世 政治风气发生了转向 主战派开始抬头 被秦桧压制的爱国人士 开始发挥作用 处在山音乡野的陆游 在诗中写道 他称流放在湖南的主战派首领 张俊为卧龙 盼望朝廷尽快启用张俊 以筹划恢复中原 经过举荐 陆游出任福州宁德县主部 主部只是县官的属员 但也算是官 这是陆游试图的开始 这一年他三十四岁 陆游在宁德待了一年多 工作很出色 然后去福州担任了 刑案文书之类的工作 在福州 他趁着天气良好的时候出海 远眺宝岛台湾 八十岁之际 他还在写诗回忆这段经历 刑年三十 一南游 稳驾苍鸣 万湖州 长济早秋 雷雨季 堕诗指点 说琉球 琉球就是台湾的别名 绍兴二十九年 浙江人汤思退 升为左丞相 陆游也写了一封贺信 并谦卑地希望 汤丞相可以举荐自己 汤思退在政治上 与高宗都是主和派 但是他特别喜欢拉帮结派 为人巧诈 这也蒙蔽了一部分人的眼睛 陆游便是其中之一 陆游当时有名士之称 所以如愿得到汤思退的曲线 去了临安 先后担任市令所山定官 书密院编修官等职务 主要的工作就是编转公布的法令 替长官起草文件 虽然官阶很低 可是毕竟到了临安 能更多地接近中央 再加上陆游属于明氏 和朝廷重要官员 比如丞相 书密使都有联系 和文人明氏也往来频繁 跟陆游往来最多 关系最好的是周碧大 他比陆游小一岁 后来官至丞相 周碧大对陆游仕途影响很大 曾经多次举荐过他 绍兴32年6月 高宗把政权交给太子赵慎 这就是宋孝宗 孝宗即位后 改明年为龙兴元年 龙兴二字取自宋太宗建龙 和高宗绍兴的年号 用意在于把开国建业 和旧王大业结合起来 他任命了主战派老将张俊 为右丞相 来主持北伐 希望可以恢复旧土 由于张俊的任命 此时身为编修官的陆游 经手发出的各类军事文书 多起来 他愁愁满志 希望可以实践自己的抗金理想 这个时候 孝宗也注意到了陆游 但是仅仅限于他的诗才 在好友周璧大的夸奖 和书密院长官的举荐下 陆游被赐进士出身 宋代推重科举取士 所以公卿士大夫都源自科举 而特赵赐进士出身者 仅梅瑶辰 王安时的弟弟王安国等寥寥数人 而且都是经过赵建考试之后 才被赐进士出身 陆游不经过考试 就被赐进士出身 这在宋代是极为罕见的殊荣 然而好景不长 孝宗想要任命自己的亲信 曾笛为大官 但遭到朝臣们反对 陆游对参政之士张涛说 曾笛招权纳会 如果不及早罢黜 后患无穷 不想张涛将此话转述给了孝宗 惹怒了孝宗 结果将陆游赶出临安 调任镇江府通判 镇江市江防要地 靠近宋金边界 又丞相张俊这个时候 也来到镇江 陆游与他相谈甚欢 心里感受到莫大的慰藉 陆游向张俊 陈述了自己的政治军事主张 既希望于张俊率军收复中原 但是当时虽然孝宗立如北伐 太上皇高宗却是主和派 朝局纷争变化莫测 陆游在镇江只待了一年四个月 高宗就与汤斯退合谋 将张俊罢了官 而主战派的官员们 则死的死远折的远折 凡与张俊有些瓜葛的 都结局惨淡 这个时候主和派把持了朝政 龙兴和易达成 宋王朝对金戈地纳贡 孝宗居然称金氏宗为书 金与宋成为书职之国 如此屈辱令陆游扼腕叹息 二十二年后陆游写下有名的书份 早岁那之世世间 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刮周渡 铁马秋风大散观 赛上长城空自许 镜中衰殡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士 千载谁堪博仲奸 陆游仍然坚决主张对外作战 龙兴二年 他给当时的丞相汤斯退尚书 请求建都建康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宋人南渡以后 主和派主张建都临安 偏安于此 而主战派主张建都关中 最低限度也得是建康 因为从建康渡江 可以随时收复开封 如今人人都觉得合局已定 陆游却还坚持建都建康 陆游的上书 再加上他对张俊收复中原的建议 让他后来也遭到主和派弹劾 被罢了官 这一次被弹劾 让陆游认清了主和派的真面目 他们是不会让陆游这样的爱国人士 有出头机会的 此后陆游一直在地方官任上消磨人生 其中就包括了在四川围观的八年生涯 虽然是在地方 但是因为接近前线 也成为陆游重要的人生经历 甚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失丰 直到纯西十三年春天 已经62岁的陆游 在丞相周壁大的举荐下 被任命为延州之州 正五品 赴任延州之前 陆游在山音和临安盘缓了一段时间 与杨万里一起唱贺作筹 南宋前期的诗人 共推游帽杨万里 范城大 陆游四家 称为游杨范陆 杨万里和陆游 是其中两位成就最大 声望相敌的诗人 相当于南宋的李白和杜甫 虽然杨万里好为成斋 认真严肃 陆游好放翁 狂放不羁 但他们都是著名学者 胡安国的再传弟子 而且都主张对外作战 因此格外接近起来 三年后 经周壁大再次取见 陆游回到临安担任李布郎中 这也是孝宗在位期间 任命的最后一位官员 孝宗在位期间 陆游第一个蒙恩受赐进士出身 如今又被任命李布郎中 这种无上荣耀 使陆游对孝宗深怀感恩 二月二日 孝宗传位给太子赵纯 后来称为光宗 光宗和父亲的关系很差 自然也看不惯陆游 便借着别人的弹劾 将陆游罢了官 陆游也就此结束了自己 三十余年的居官生涯 回到家乡山音 当时主和派占据了朝廷 陆游只好在平淡的乡居生活中 静待时机 山音到临安只需要一天 国事的消息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到达山音 也反映在陆游的诗作里 比如百战远河取蔡州 如今胡马引怀流 和亲自古非常侧 谁与朝家共此忧 对经朝占据了怀河的屈辱现实 陆游难掩担忧之情 少夕五年六月间 六十八岁的太上皇孝宗死了 孝宗有志于对外作战收复失地 但是始终没有能完成志愿 陆游对于孝宗颇为感怀 为他写了晚词三首 相比之下 高宗的死在陆游的诗文之中 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孝宗的死带来了政局的动荡 光宗愚钝 跟父亲向来作对 孝宗下葬的时候 光宗都没有参与 朝臣们担忧之下 举现参之正是赵乳渝 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 废除了光宗 立以光宗的长子为宁宗 史称少妻政变 少妻政变之中 太皇太后的亲戚 韩托昼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政变之后 他在权力分配上 与赵乳渝一派陷入纷争 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完全暴露 双方斗争的结果是 赵乳渝 朱熹等人 被贬官罢处 在功底赵乳渝的同时 韩托昼等人 又大肆功底道学 污之为伪学 予以严禁 这就是所谓学禁 庆元二年二月 科举取士 凡烧舍道学一理者 昔被触落 论语 孟子 中庸 大学之书 也称为禁书 庆元三年 学禁又把道学 进一步误为逆党 赵乳渝 周壁大 朱熹 叶氏等59人 列入为党 这就是庆元党禁 庆元党人之中 周壁大 朱熹 叶氏 都和陆游关系较深 因此党禁扩大的话 他随时有列明的可能 以致身败名列 但是 韩托昼却放过了陆游 这是因为 一来 陆游的祖父 与韩托昼的祖父 同朝为官 两家有通家之好 二来 陆游折居穷乡 无权无势 与韩托昼一派人物 并无权力冲突 和私人干系 但是 《宋史陆游传》中 却记载 陆游晚年出山 为韩托昼传 南原记 世人认为 陆游晚节不保 阿妇全臣 韩托昼 南原记这篇文章 是怎么回事呢 庆元三年 朝廷赐韩托昼土地 经过他的经营以后 称为南原 韩托昼第一个找到杨万里 许官汉林学士 让杨万里替他做南原记 杨万里拒绝了 说官可弃 记不可作 韩托昼又找到了陆游 便有了这篇南原记 事实上 杨万里当时已有官在身 而陆游写南原记 主要也是出于一种畏惧的心理 是为了避祸 而不是求福 陆游在文中也写道 白尺持极梗 道长为天数 先见虽有残 爱身 亦自诩 此身躺为子 仁义上利行 他的立场相当坚定 即爱身和仁义 实际上他以身体力行 不仅没有因此向韩托昼求官 更顶住压力 给韩托昼的最大政敌 朱熹写记文 当时朱熹是朝野证人君子的榜样 韩托昼制造伪学伪党之进 矛头都指向朱熹 因此很多朋友都和他断绝关系了 朱熹死了以后 韩托昼唯恐他的朋友前往追悼 甚至连追悼的行动也列入尽条 当时陆游已经76岁 无法去福建制计 但是他在给朱熹的记文中写道 某有捐百身其九元之心 有清长河驻东海之类 路修齿毛 神往行流 功莫不亡 尚其来想 意思是我宁愿自己死一百次 换你生还 然而你竟匆匆地先我而去 我不能指手相送 却希望你泉下有之 能接受我心香一半 寥寥的三十五字 难掩对朱熹的深情厚意 朱熹死了 韩托昼去掉了心腹大患 加泰二年二月 韩托昼解除了党禁 七十八岁的陆游也被重新启用 杨万里写信给陆游 提醒陆游千万别晚节不保 但是陆游根本谈不上依附权贵 他之所以同意再度为官 是因为要替孝宗修史 报答他的知欲之恩 与杨万里相比 陆游在史学方面的造诣很深 他的南唐书言简易改 代表着宋代史学家的最高水准 陆游担任修史的工作 也是他为官生涯最为愉快的一段时间 在临安的一年 陆游编成了孝宗十路五百卷 光宗十路一百卷 陆游始终是超然与党派之争的 他认为北宋的王国 主要还是由于内部的不团结 给北方金朝一个成虚而入的机会 以史为鉴 韩托昼主动开放党禁 这也让陆游看到朝廷内部和解的希望 可以一致对外 而不是盲于内耗 这也是他愿意与韩托昼合作的原因所在 所以当新气急被朝廷重新启用的时候 陆游写诗给他送行 他说 古来立世借轻发 往往缠夫出城下 深仇激愤在溺湖 不用追思罢庭业 他希望新气急可以忘记朝廷对他的猜忌 团结一致 共同对外 对陆游来说 一生的抗金志愿只能在诗歌中一展抱负 未免感觉遗憾 但是这也让他的诗歌具有了独树一致的风格 就像梁启超说的 集中十九从君乐 亘古难而一放翁 意思是 古代的诗人都以从君为苦 只有陆游诗歌里充满对战斗生活的向往 让他以诗歌成就垂名轻史 陆游少有诗才 据说他出生前一天 母亲梦见北宋词人秦少游 所以父亲索性给他取名陆游 他十二岁就可以写诗 十八岁败在著名学者和诗人曾几的门下 曾几是春秋学大师 胡安国的弟子 不仅经学上的造诣很深 还是江西诗派的代表 江西诗派源头是唐代大师人杜甫 但是宋人无法超越杜甫的意境和思想 所以就主张在技巧和语言方面下功夫 不过曾几交给陆游做诗的诀窍 不像江西诗派那样声色奇巧 而是平淡 所谓的平淡是诗句锤炼 不着痕迹 自然天成 这也为陆游后来突破江西派的形式主义 打下了基础 曾几还要求陆游必须要具有浩然正气 这让陆游受用一生 在诗歌创作以载宣称以气为主 前到五年 四十五岁的陆游在幼丞相陈俊卿的举荐下 就任奎州通判 这也开启了陆游在四川八年的生活经历 上马鸡狂狐下马草军书 陆游一生最辉煌的军旅生涯就在这八年 也促成了陆游诗歌创作的重大转折 奎州距离陆游家乡山音的路程有160天 陆川的路上 陆游也留下了一部有名的游记 陆蜀记 到了前到七年 三年任期将晚 通过丞相于允文的提名 四川宣服使王岩 招请陆游到南正参加宣服使司的工作 宣服使主持西北军民事务 这在当时是抗金的前线 陆游从奎州调任南正 相当于是从后方调到前方 陆游终于身临前线 可以在抗金事业上一展志向 作为宣服务中的一员高级干部 陆游往来于南正和前线之间 以南正为中心的三百里以内 他几乎都要去探访敌情 检查防务 当时宋金双方还保持着和好局面 但是边境的小战斗此起彼伏 陆游也常常遇到小的遭遇战和埋伏战 打仗以外主要的生活是打猎 事实上这是作战的一种训练 陆游有一次带着士兵遇到了一只老虎 谁也没有想到 文弱的陆游可以单枪匹马 用长矛将老虎刺死 但是八个月后 由于宣服使王岩被孝宗调回临安 陆游也从南正回到了成都 结束了短暂的战斗生活 之后一直在四川境内辗转 其间曾经到过蜀州 加州 成都 穷州等地为官 公务之余陆游流连川鼠山水 在这八年间留下了大量的诗篇 因为《贱南是四川》的代称 它的诗集也命名为《贱南诗稿》 在南正紧张的生活 自信的豪情 对于国家 民族的忠诚 收复沦陷区的雄心大志 一切都从胸中留意而出 凯然成诗 南正的生活又有酒有歌 朋友往来欢笑或伤感 这些都给了陆游作诗的灵感 让他的诗风为之大变 他后来曾经写诗追溯到这一变化 我稀学诗未有德 残余未免从人起 历缠戏内心自知 望取虚名有蚕色 四十从容驻南正 憨艳军中夜连日 打球驻场一千步 越马列救三万匹 华灯纵伯升满楼 宝钗艳舞光照席 琵琶弦急 冰雹乱 节骨守云 风雨急 诗家三昧忽见前 曲甲在眼 袁丽丽 天机云锦 用在我 见才妙处 飞刀尺 世间才节顾不乏 秋毫为何 天地阁 放翁老死何族论 广陵散绝 欢堪熙 慷慨激昂的诗剧中 陆游反思了早年对江西诗派的盲从 而四十岁后在南正的快艺生活 让他重获诗家三昧 打开了作诗的境界 确实如此 陆游到四川之后 开始突破江西诗派讲究格律 练字的束缚 而是通过宏大的创作主旨 呈现了崭新的诗风 他对自己的儿子说 如果欲学诗 功夫在诗外 这个诗外的功夫就是陆游在四川的八年 其中最令他晚年魂牵梦营的 就是在南正抗金前线的八个月战斗岁月 其实陆游在此前 于字句 音律 对账 用点等方面 已经颇有成就 四十五岁到了四川奎州 他接触到广阔的天地 也更认识到国家兴亡的根源 诗风逐渐开始转变 这除了现实生活的滋养 也少不了诗圣杜甫的影响 四川是唐代大诗人杜甫晚年被贬居住的地方 特别是成都 留下了他很多快智人口的诗歌 杜甫是江西诗派的源头 路由不但推崇其诗歌艺术 而且敬重其伟大人格 潜心学习杜诗雄浑的艺术境界和细致的表现手法 从体材上看 路由学杜甫主要学他的律师 杜甫的律师是唐代乃至古代第一 连李白都比不上他 而路由的律师在四川的时候 就达到了浑城公吻的境界 我们熟知的名句几乎都是路由的律师 像山穷水赴一无路 柳暗花名又一村 小楼一夜听春雨 明朝身相卖杏花 都是千古传唱的经典 路由66岁 在延州之州任上时 对诗集艰难诗稿 曾经有过一次严格的删定 路由年轻时写过大量的诗 但是从他留存的诗看来 42岁之前的作品 基本上都有江西诗派 过分追求辞早修士的倾向 就是像他说的 我初学诗日 但欲公早会 所以在延州山诗的过程中 路由就把这些形式主义的作品 严格淘汰 最终从以前的 一万八千多首诗中 只留下94首 现在流传下来的路由诗歌中 四分之三 都是66岁相居之后创作的 而路由80岁之后 写诗2914首 约占一生存诗总数的 三分之一 他在弥留之际 还写了六首诗 路由村居的生活 是多姿多彩的 他财丧 养残 种菜 种胡麻 酿酒 做酱 路由懂得一些医道 还有家传的艳芳 空侠的时候 他也为人民诊病 家园里也重要 山阴的家乡 是水乡泽国 路由在家中备了小船 偶尔可以到焦白田 芋头田看一看 闲下来的时候 他还会去山阴城内的沈原 去追忆市区的爱情 缅怀过世的堂晚 此时的路由 闲事生活接近白居易 农居生活又接近陶渊明 除了那些慷慨激昂的爱国诗篇之外 他的闲事师就很自然缺席陶白二人 他日常交往的是村中的老农 要翁 渔夫 员工 残妇 木桶 村姑 都成为路由的创作对象 他展现村民的生活 劳动 自己也经常下地劳动 与村舍邻里之间互帮互助 82岁高龄的路由就写过 事如分熟 通奢酒 临设情深 许借驴之举 从邻居那里借驴奢酒 颇具名士风度 但是他最关心的还是国家大事 建功立业 比如龙头水 沃文龙水思故乡 三更起座类树行 我与壮士勉自强 难而堕地至四方 他先是勉励前线作战的男儿 而后又笔锋一转说 生逢和亲最可伤 碎碾金箔 殊戎戎腔 夜市太白收光芒 报国欲死 无战场 言语慷慨 直指当局软弱 又难掩不能为国建业的遗憾 家定二年 路由的病情时好时坏 反复了好多次 终于在一个寒冬的日子 这一位为国家奋斗了 八十五年的战事 在病榻上明目了 临死的时候 他写下一首诗 死去原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继无望告乃翁 渴望收复师弟 和国家统一的悲凉慷慨 让这首诗成为千古绝唱 最后我们简单对这本书 做一个总结 朱东润在本书自序说过 传记文学是史 同时也是文学 因为是史 所以必须注意史料的运用 因为是文学 所以也必须注意 人物形象的塑造 路由传义书 正体现了作者的这个思想 往往直言片语 便让人物形象悦然纸上 路由六十多岁时 生了一个女孩 因为这一年润七月 取名润娘 她对于这个小女儿 特别地钟爱 亲切地换她女女 不幸的是 女儿一岁时夭折 白发苍苍的路由 哭得非常伤心 她把眼泪 撒向这具小小的棺木里去 扶着棺木说 让我的眼泪 给女女殉葬吧 而在史料变息上 朱东润变息了 孝松和路由的关系 还原了路由 为寒托咒 写南原记的历史真相 在展示路由经历的同时 她也梳理了 南宋以来的政治发展 以及与金朝的战盒关系 算是一部 另类的南宋初年 政治军事史 你再读路由的诗 是否感受不一样了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朱东润的路由传 就为你介绍到这 我们下期见